虾仁的做法 准备食材、虾仁、鸡蛋、食盐、淀粉、黄瓜、大葱、大蒜、胡椒粉之无忧 1.将虾仁清洗干净,去除其中的虾线 将黄瓜一分为二,去瘾 切成小段 2.打一个鸡蛋,分离蛋清和蛋黄 1.加入虾仁中 3.加入食盐、胡椒粉和干淀粉 搅拌均匀腌制10分钟 4.锅中烧油 爆香蒜末、葱末 加入虾仁,翻炒至变色 放入黄瓜丁翻炒 5.倒入少许水淀粉 汤汁收紧后,美味的清炒虾仁便可以出锅装盘